大家好,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伊利诺伊理工大学 也就是我们一般简称为IIT 这所学校它本科转学申请的一些具体的信息 那今天咱们的这个讲座主要还是分成这四个部分来进行 首先会带大家来一起熟悉一下伊利诺伊理工这所学校 以及说它所在的这个城市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大家来浏览一下伊利诺伊理工本科转学整个的一个申请流程 那么再往后呢还是会给大家提炼一下 作为国际转学生的话有哪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最后一个部分呢还是希望跟大家指出咱们后人教育 到底可以有哪一些地方帮助到大家 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伊利诺伊理工这所学校 它的一些相关信息的介绍 那伊利诺伊理工这所学校呢在2019年 US News的排名是在全美的第117位 这所学校呢在1890年就已经创立了 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哈 它是直接位于芝加哥的市区 那也是有很多学生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所导致的 包括说毕业之后就业的机会非常多 就业率很高而选择这所学校 它作为一所综合型的私立大学呢 目前是拥有八个学院和一个研究中心 那伊利诺伊理工它最强势的专业 以及大家申请这所学校基本上会选择的专业呢 是CS或者是其他CS相关的 以及一些建筑类的专业 这些都是它的强势专业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伊利诺伊理工所在的城市 芝加哥 芝加哥这所这座城市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它今年也还依旧是世界一级城市之一哈 所以它作为全美人口第三大的城市 这个就业的机会肯定是相当多的 它可能比较最出名的一个昵称呢 就是被大家称为封城 因为这个一年四季它的封都是特别的大 同时它也是有世界美食之都的这个荣誉 这一张图上显示的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见过 我们俗称的这个大豆子 其实它是芝加哥的云门 也是坐落在那个市中央的区域 那芝加哥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浓厚的城市 那蓝调音乐呢 也是芝加哥作为发源地之一的 所以我相信芝加哥这座城市 对大家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那么了解完了芝加哥这座城市 包括说伊利诺伊理工一些大题的介绍之后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如果作为本科的国际转学生 我们想要去申请伊利诺伊理工的本科转学 具体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以及所有准备的申请材料到底有哪些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官方给出的伊利诺伊理工 2017年的一个转学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在2017 fall 只是2017秋季这一个入学时间 总共是收到了730分的申请 那么在这些申请当中是有大于一半的学生 58%的一个转学录取率 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 接受转学申请的学期 这里是显示了秋季春季和夏季 但是一般我们是建议作为国际转学生的话 选择秋季和春季去进行申请 这里呢是RIT官方给出的最新的国际转学生 如果被录取的话 那么在芝加哥加上在RIT整个的学费和生活费的一个预估 学费呢官方给出的是在47000多美金一年 那如果加上学校预估的这些生活费的话 每年的这个总共的费用大概是在6万至7万美金之间 那这个呢就是刚刚我有跟大家提到的 转学申请的一个截止时间 在Fall Semester这里给大家列了两个时间 具体还是需要去看一下想要申请的专业 以及当年当时的那个学期 这一个intake具体的一个截止时间 一般建议国际转学生还是走这个Spring 或者是Fall Semester的转学申请 那么作为咱们的身份是这个 International Transfer Student 在做这个转学申请的时候 到底需要按照哪些步骤和流程 以及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IAT采用的是Common App这个申请系统 所以具体的申请的信息 这个网身表格的填写 都是Common App上统一的 然后呢 IAT也是要求需要在申请阶段 就直接寄送或者是电子版的 这个order所有的之前就读过院校的官方成绩单 这个不能说我们自己去网上下载一份 这样的成绩单他们是不会接受的 然后如果说我们自己认为 我们已经在大学已经修读过了一些分数 是转学生的身份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满足了IAT的 对于转学生的定义的 他们对于转学生的定义是 如果你已经修读了30个可转的学分 才会评判你是作为转学生的身份 在做这个申请 如果说你没有满足30个学分的要求的话 那么你还是需要 还是会被当作大一新生的申请 需要满足一些新生的具体要求 比如说像ACT和SAT成绩是一定要提供的 然后语言这边的豁免的话 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那如果说是没有满足30个学分 那你肯定是需要去提供英语的 这个一些语言成绩的 那么IAT的最低要求是托付需要69分 雅思这边需要有5.0分 最后给大家列了一下 今年学校要求的国际转学生 需要提供的一个存款证明的数额 是大于64,345美金 那么在刚刚提到的这一些申请材料里面 需要注意的几点呢 在这里也给大家提炼出来了 首先就是这个转学申请的截止时间 作为国际转学生 由于比如说如果你是在这个国内这边的大学 有就读的经历的话 那像成绩单的order 整个所有的这些认证机构的一些认证的材料 时间都是非常长的 所以一定是建议学生都尽早的去开始准备 提交这个申请 然后不同的IAT这边不同的专业啊 包括说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些热门的专业 它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专业要求 这个也会在 这个咱们会在申请正式开始之前 帮学生评估一下你所感兴趣的专业 的这些先修的要求 你是否已经满足了 然后第三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 如果说这个之前咱们有非美国的就读经历 需要提供这样的成绩单的话 伴随着这个成绩单还需要附加上 学校官方正式的一个课程描述 这一个是IAT这边单独对于可能在其他国家 还有就读经历学生的一个具体要求 所以这个课程描述啊 也就是咱们所谓的syllabus 一定需要尽快的去跟之前的院校沟通 准备好 那语言成绩的豁免条件呢 像是我刚刚提到过的 如果已经是在美国取得30个学分以上了 那是完全可以去申请语言成绩的豁免的 如果在美国有两年以上的就读经历 也是有这个豁免的资格的 同时如果说你真的是这个freshman 没有达到30个学分 那如果你的ACT或者SAT成绩达标 也是可以去申请这个WAVE的 那么IT它去审核国际转学生 所有的这个提交的申请 它的审核标准到底有哪些呢 我们都知道像是GPA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硬件方面的条件 这个都可能更多的说 是一个门槛 或者说只是一个基本的分水岭 那么在这个之后 学生一定要在申请的一些软实力的材料 包括说像文书啊 这一些材料里面体现出 为什么我要想选择IT 甚至是说 如果你想选择申请IT的一些热门专业 那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有这个资格 以及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想要选择这个专业 所以这个需要学生在自己的文书里面 更多的去展示自己的优势 让学校的这个招申办看到 这个学生是非常有自信 去拿到这一份录取的 那么了解完了IT的这些本科转学的 基本的流程信息之后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小tips 虽然可能说每一所学校的tips都差不多 但是这个真的是因为作为国际转学生的话 咱们需要去处理的一些流程和材料 是比美国本地的学生要多很多的 所以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要尽早的开始这个申请 那这个尽早的开始申请呢 我们会建议学生把这些所有的材料 都尽早的准备齐全 而不是说我这个先有一薪半年的材料 然后我就先开始申请 这个在整个的申请过程当中 对于学生整个申请节奏来说 也是不利的 然后呢 在填写所有的申请表格 这些的时候一定要保证 是一致性 千万不要说出现 这个填写申请表格的信息 跟个人真实的材料上的信息 是有出入的 然后申请造假 这个咱们是一定要避免的 这个是雷池千万不能月 然后呢 申请材料 为什么会建议大家 尽量一次性提交期 是因为说 如果说后面还需要 再补充材料啊 或者是有错误的信息 整个的审核过程 是需要重新去进行的 这个时间上会耽误特别久 所以还是尽量 希望大家一次性 把这个申请材料都准备好 然后可以提交期权 那最后呢 还是想跟大家来说一下 如果说想要申请RIT的话 获胜教育可以帮助到你是什么 首先呢 肯定是 除了说 大家的这个GPA 可能需要自己多付出一点努力 但是 除去GPA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把控 整个的申请节奏 包括说 准备一些辅助的材料 以及像是文书的准备这边 我们有专业的文书老师 会给到 大家具体的文书方面的指导 这样可以更多的凸显 你的优势 让你有更大的 这个录取的几率 包括说 其他软实力方面的材料 我们也都是可以帮助你 或者说给你建议去准备的 所以说 如果大家真的对 IIT这所学校 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的添加这个微信二维码 来咨询 我们有专门的这个 转学申请的专家老师 可以给到大家具体的一些指导建议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IIT这边全部的 一个转学信息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添加图片上面的二维码 随时来跟我们扫码沟通和交流 谢谢大家